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用一次性纸杯做一个花朵,拿一个一次性纸杯,一支铅笔,下面用纸垫高三厘米左右,把纸杯转一个圈,这样就画出一圈。 沿纸杯这个竖横画出来,间隔一厘米左右再平行画一条线。 沿着个圆线剪开,剪成这样,向下对折,这两边剪开,整理成这样,两边这样沿线连接。 沿画线把脚剪下来,两边都剪下来,每隔一厘米剪开,一圈全部剪开。 把每个边都这样向上折,画出眼泪,嘴巴,画上腮红。 这样一朵漂亮的花朵就做好了,记得点赞关注。